说起经典的女性反派角色 大家最先会想到谁呢 不过应该不管是谁 这一个人是定然会被提名的 那就是在电视剧 小鱼儿与花无缺里饰演江玉燕的杨雪 一个传说中将全聚杀得只剩下剧名的人物 众所周知 反派其实比正面角色更难演绎 一不小心还会陷入脸谱化的表演模式 江玉燕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角色绅士的反转性 杨雪也功不可没 剧中的杨雪没有大红唇 没有烟熏装 甚至还留着纯粮小白兔一般的空气刘海 天片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辜纯情的皮囊之下 隐藏着深不可测的腹黑灵魂 她只要微微一抬眼 细腻的情绪变化就一层一层的蔓延开来 观众就能感受到不寒而栗 也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揪心 要知道 这可是杨雪第一次演反派 那些灵动又自然的细微表情变化 全靠她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练习 一招功成 将预演成了无数人的童年噩梦 蛇仙美人四个字妥妥地成了杨雪的江湖代号 其实杨雪也是个活口少女 在片场非常淘气 会被孙宏雷的搞怪逗得捧腹大笑 笑称刘烨不是理想型更像弟弟 调侃谢霆锋普通话 生活中孩子气十足 合作了这么多的男生 硬是没和谁擦出火花 直到2009年 杨雪突然宣布与著名美术指导赵海结婚 和杨雪相比 赵海的外形平平无奇 也有很多人评价他们并不相配 嘲笑他们就是现实版的美女与野兽 但是杨雪丝毫不畏人言 或许这就是始于才华 终于人品吧 赵海是毕业于中系舞台美术系的高材生 操刀过的作品除了黄金年代 大明王朝1566等佳作之外 让杨雪斩获殊荣的人 金正道士沧桑也是由赵海担任美术设计的 据说 当初还是杨雪主动追求赵海的 在一次节目上杨雪还透露了自己女追男的体会 他形容赵海就像割木头人 弄得自己实在着急 直接拉着他冲进民政局去领证 遗憾的是 杨雪和赵海结婚当天只适合姐姐 朋友一起在民政局门口的一家小店吃了包子 至今都没有补上婚礼 杨雪拍摄完活佛寄功返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怀孕 童年生下女儿 取名有有 这以后杨雪更加佛系 仿佛游离在娱乐圈编制之外 这些年 每次一有杨雪要付出的消息 关于她和杨颖的比较纠身消沉上 了解杨雪的人都清楚 她的长相与杨颖是十分相似的 大眼镜额蛋脸 而且两人名字仅一字之差 不得不说如果把两人的照片放在一起 还真有点让人分不清 就连杨雪本人都惊讶两人的相似程度 一时间有不少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更有离谱的人传杨颖是对照着杨雪的模样进行整容的 对于这种无厘头地带节奏 杨雪又是怎么看的呢 被问到这个问题时 杨雪的回答也很得体 她很可爱 我也很可爱 正好我们两个又都是杨门女将 她要真是我妹就好了 网友听完表示 大气 高情商 就在观众对杨颖与杨雪的长相谈论的津津乐道时 杨颖已经跟教主黄晓明结婚 并借助黄晓明的势力 无论是时尚资源还是影视资源都一路飞升 更是作为跑男常驻嘉宾吸粉无数 就算在后来与黄晓明离婚 她在娱乐圈中也有一定的地位 而那段时间的杨雪选择在事业巅峰时期 渐渐淡出娱乐圈 回归家庭生活相夫教子 你觉得杨雪与杨颖像吗